大家好,我是乖修长 这个视频呢,咱们重点点评环续垫子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话呢,也算是老情人了 因为前面呢,有过重点点评和跟踪 当时点评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从大的一个视角来讲 这一支个股还是比较看好 而且呢,值得长期反复去把握 那么咱们先给它简单的讲一下 什么类型的个股值得长期去关注呢 第一,首先看它的行业或者它的方向 第二,又看个股本身的基本面 业绩最起码呢,不能是年龄亏损的 好,第三个视角的话呢 又看它当前的位置 行业非常好,基本面也非常好 但是当前它已经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组成之后 已经呢,翻了两倍三倍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么也不具备长期跟踪的一个价值 好,也就已经对于它的利好 对它潜在的一个逻辑 已经有充分的兑现了 甚至出现一定的衰竭 也就是说呢,行业方向没问题 基本面没问题 位置的话呢 最好是前面调整的非常充分的 底部刚刚起来符合较大级别的买点附近 那么我们来看 像环需电子 它是属于什么方向呢 消费电子 气质电子 元器键 尤其是像消费电子 气质电子这个方向 咱们前面的话呢 在点评这个方向的时候呢 把它作为一个 呃,终点的一个案例去点评 点评过之后的话呢 当时还留了一个注意 好 这是方向没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基本面 它的基本面的话呢 对应的意义是稳定的 好,这是一个视角 然后我们再回到技术面本身 技术面本身的话呢 那么它前面从27块 7毛9跌到13块06的位置呢 它实际上股价已经腰斩 而且腰斩的同时 它内部是有一个结构 什么结构呢 日线的趋势下跌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30分钟中枢 日线比中枢 30分钟枢来去看待 好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30分钟中枢延伸 以至于升级为日线级别中枢 来去处理 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是把它作为日线级别中枢来去看待 也就是说呢 像这一支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内部结构来讲的话呢 它的主法是可以把它作为前面下跌了 作为一个日线级别中枢 两个日线级别中枢 好 对应的日线的趋势下 发生趋势被迟 日线的趋势被迟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前面这一轮的反弹的话呢 是直接把前面这个中枢给突破掉的 突破掉的话呢 那么当前它的反弹还在延续当中 这是大的级别 就从日线的维度来讲 这位置反弹的延续当中 好 这是黄旭电子从它的一个 去处层面 如果在结合均线的视角来的话呢 它长周期在140年均线下方进行折腾 而后的话呢 站上140年均线回踩不破 这是它的均线的一个视角 观察 前面的话呢 反弹 温和 持续方量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当下 当下的话呢 那么对于黄旭电子 它的一个表达是什么呢 前面这是走的是一笔上 这是一笔下的一个调整 那么一笔上 顶分 慢慢的 这位呢 出现这样的一个顶分之后的话呢 回落 只不过呢 这个回落 它已经内部呢 有一个五分钟输 那么这是一笔上 一笔下 一笔下的话呢 今天这你可以中阳 苍阳 它实际上呈现了一个强底分 这个强底分的话呢 那么很明显 内部有 咱们前面讲到 对于机会点的捕捉 要看几个维度 什么维度呢 首先 如果说判断一只个股 是不是买点 如果不是买点 你肯定不能买 如果是买点的话呢 是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那么这个位置呢 从13块06的位置呢 这是一笔上 这是一笔下 当前的话呢 出现强底分 可以期待一笔上的一个生成 期待一笔上的一个生成的话呢 那么走的是一个日线的线上而已 最终的话呢 可以期待什么呢 如果前面 一个日线的趋势下跌的一个 视角来去观察 那么最起码呢 等待一个日线的线上 线上下 线上线上 线上下 等待一个视线的 这样一个走织类型 这是对它大的一个结构的 一个推演的一个视角来去看待 好 那么小周期的维度来去看待的话呢 那么当前这个位置是不是机会点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不是 那么肯定不能买 如果是是什么级别的 什么类型的买点 那么从它的一个定位来看的话呢 从13块06位置以来 是一笔上 一笔下 强底分 内部有结构 这个位置呢 它是属于 30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 附近 而且这个底分 强底分成立之际的话呢 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二类买点来去应对了 这是咱们前面讲 如果说内部有结构 有背词 然后呢 又结合日线的上的强底分 强底分成立之际 其实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买点 如果说是属于什么 属于这样的一个 弱底分的话呢 那么最好是等它的次级别的 二类买点 或者是次级别三类买点去把握 什么意思呢 像今天盘中只要说能够突破前天的高点 前天高点在什么位置呢 前天高点是15块7毛3 其实只要突破15块7毛3这个节点呢 就已经可以视为它的强底分是可成立的 如此而已 而且我们再来看 用内部从17块3的位置 这个一笔下的话呢 它内部是有结构的 这个结构的话呢 是5分钟的盘整下跌 而且呢 清晰的发生盘整背词 非常清晰 好 那么这个呢 咱们是借助的是 在通达性行情软件的自带指标 通达性趋势浪 用它呢 在分钟级别 用它来替代 禅论的自动发现的这样的工具 我看到有粉丝留言说 修长你能不能制定一个自动发现的工具 哪怕付费也可以 没有必要啊 就属于什么呢 在分钟级别 5分钟以后 30分钟 这是通达性行情软件 自带的这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运用而已 但是呢 不要过于依赖 就是呢 在学习阶段的话呢 一定要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学 只不呢 当你有一定的了解 非常熟练过之后 这是便于分析的 好 一说呢 列出上从17块3以来的这个下跌 它内部都是一个五分钟的一个线段下 好 这个接力的话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中枢组件 五分钟组件过之后呢 向下 离开段 那么这个离开段和前面站的接触的相比 什么也是有背驰的吗 有背驰 内部有背驰 日线有底分 而且是强底分 这不就是符合咱们前面讲的一个非常标准的这种 而且呢 这个反弹的话呢 力度比较强 把前面这个中枢的下沿给 直接给突破掉 据说呢 它三连卖点是不成立的 三连卖点不成立 其实呢 如果说你能够对方法的运用比较的灵活的话呢 是在今天 它强底分成立自己 其实就是一个作为这样的买点 如果错过了买点的话呢 这个位置也没有必要去追 但是呢 等待后面呢 如果说出现一个五分钟的后面呢 一旦给出五分钟的线段回落 不破前面这个低点 用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来去把握 这个位置的话 它就属于五分钟的背驰 五分钟的背驰一买和三十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的重合 好 这是环需电子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对应的 那么像这类个股跟踪的一个视角的话 那前面咱们给它做出这样的一个讲解 讲解什么呢 从这类个股怎么去跟 从13块06的位置以来啊 它的一个反弹是属于五分钟中枢扩张 中枢三买扩张 中枢三买扩张 它不断的中枢扩张 中枢扩张的话呢 当时讲到把它作为五分钟的三连卖点 一旦出现五分钟的三连卖点呢 就要及随纠错 只要不给出五分钟级别三连卖点 都可以作为持股的理由来去看 为什么呢 大的一个结构 从高到低 股价腰斩 而且呢 日线的趋势下跌被持 业绩是稳定的 方向又没问题 当时的师兄这样的一个视角 做出这样的一个推演和跟踪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什么情况呢 如果这个位置 其实五行当中 它还是属于中枢的 这个位置和前面相比较来讲 这个五分钟枢和前面相比 还是属于中心上移 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什么情况下是必须要纠错了呢 这个位置如果说下跌 比较凌 比较猛烈 和前面没有背持 而后呢 一个反周 把什么呢 把前面这样的一个中枢 下沿都不能进入 对应的 这就属于什么呢 这就属于三连卖点 如果说出现三连卖点的话呢 实际上就代表的是 它可能还会逐渐 第二个五分钟枢再往下 走反向的一个运动了 如果说呢 当前它从十三 十七块三的位置下跌 从十三块十七块三 点位以来 它是属于五分钟判断下 发生标准的 在哪个背持 背持发生过 这的话呢 出现之间的强底分 这很容易识别 很容易判断的 好 只不像这类个 我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一次又一次 你偏偏用最高的一个视角 来就看待它 以至于什么呢 以至于任何的一个增长调整 都会让自己非常的煎熬 好 这是环需电子 那么呢 前面的话呢 对应的我们来看 那么当前对它的一个视角 是什么呢 当前它的一个划分 可以用什么维度来去跟踪呢 例如说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日线的一笔上 五分钟中枢的 不断的扩张 不断扩张 它这个位置呢 它实际上还是属于日线的一笔上 然后五分钟 可以 既可以把它 从处理的角度来讲 多一性划分的视角来讲 既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的趋势上 也可以把它作为中枢扩张 处理之后 好 那么当前走的是一个五分钟的 一个攀轮下跌 攀轮下跌的话呢 日线有强底分 强底分过之后呢 后面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的 走势类型上 如果说强 那么呢 观察会不会给出五分钟的趋势 如果说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了当前的几点 就属于今天 一个是形成强底分之计 就是呢 突破前天的盘中的高点 15块七毛三 就可以就可以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 当下应对的让它买点去处理 如果说呢 没有给后面的五分钟 现在回落 用五分钟级别二的买点可以去跟 然后呢 把这个底分型的底作为一个防守位 只要这个位置不破 那么对应的话呢 可以期待一个五分钟的走势类型上 五分钟走势类型上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一旦形成五分钟走势类型上 不管是五分钟的盘子 还是五分钟的趋势 内部结构饱满有被迟 日线呢 一比上 再出现顶分 那么对应的话呢 找卖点 找卖点之后的话呢 如果再回落下来 就可以了期待新的机会点 新的什么 新的五分钟级别的 被11买和30分级别的 那样买 最终呢 如果说从它的构建来讲 这个股市可以反复去跟的 这个反复去跟的一个逻辑是什么呢 前面 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日线的趋势下跌 好 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么先是用日线的一比上一比下 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强的话呢 可以这样去推演 向上 而后呢 回落 逐渐一个三分钟出书 再往上 它实际走的还是这个日线的线段上 这个日线的线段上走完的话呢 那么后面 再有观察日线的反向运动 反向运动走完过之后的话呢 又是更大级的买点 其实真正的 用产量视角下跟踪一只个股的话呢 它的买点和走势是不断生长 生长过程度不断充现 买点和卖点的 你只要说买点买卖点卖 就能够反复去跟踪 其实涨 那么的是赚的更多一些 调 那么你只是说能够把差价 或者把成本价降的更低一些 如此而已 最忌讳的是什么呢 单线的一个思维 什么单线思维呢 还满如某有个条件自己呢 冲动去买买的时候呢 想到他接下来涨涨涨涨涨 一直涨 最好不要跌 好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那任何的购物 他都是涨涨跌跌的 只不在涨涨跌的过程当中 什么条件下是要纠错的 什么条件下是要找 指引卖点的 什么条件下是跌出风险的 什么条件下是跌出机会的 例如说这是环需垫值 好 那么后面的话呢 还可以持续用长人思脚下的去跟 当然了以上了 只作为技术巩固 经验分享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对于粉丝朋友来讲的话呢 再一次声明 修缠不推荐任何个股 不推荐任何的金融演讲产品 不推荐任何的理财方式 那么近期的话呢 也是陆陆续续 有非常多的粉丝朋友呢 不管是积极的留言点赞 还是积极的赞赏 修缠了非常的欣慰 也非常开心 感谢 那么如果说有的朋友呢 觉得修缠的这种思路 这样的一个跟踪的方法 对你来讲 不是特别的对脾气 也无妨 修缠呢 只是作为一个 只是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只是技术层面的一个理解和分享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记得赞赏 好再见